哈囉 大家好 我是白鑽石 白鑽石的這一台 就是那個避震器有升級之後 因為那個改裝避震器那個高低 都去可調的那個肉 它的統身可調那個部分 跟筋子的部分 它跟原廠的背絲燈 那個改裝的部分 它設計是不一樣的 後來因為我這個是8.5這個旅圈 依我以前的經驗 它旁邊都會去掃到 只會說你那個角度有特別去做過 要不然的話 我們就是要電spacer 然後電spacer 問題來了 0.5公分嘛 但是那個裝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spacer 它就是 它裡面沒有做那個倒角 你塞下去的時候 大概會插個30條、50條 站的時候高速、低速還好 大概 那時候直播賽的時候 差不多八十幾個會把 恰恰好像好像 那個什麼電腦有跳的 八到十幾百會把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拆下來 做那個倒角 來 開始 來 首先 前進停孔轉調 墊一個布 穿進去 升上來 改裝避震器它比較短 你大概 升一下子它就能上來 來 好 起來 有這樣拆拆拆來 對 繼續加油 好 輪胎可以轉動了 好 我們把它蓬下來 考驗這一支 看它蓬起來了 好 蓬起來 好 叼勒 這個會叼勒 就是這個螺絲已經磨損了 好 全部蓬起來 來 來 瞬間都蓬起來之後 我要裡面把它 噴這個 什麼 防袖的那裡 就不會蓋住 好 輪胎拿開 好 進去以來觀察一下 這叫做的也是有肉 好 好 我們不管 我們把這個敲起來 如果這進行的 spacer拿是可以直接拿下來 你會看 很重 這就是裡面不一樣的角 這邊還好 這邊就沒有磨到 這個角度很奇怪 所以這個 spacer的部分 原因會抖動 應該是出現在這個問題 它就是有一個斜斜的 你要進去 對不對 現在這算 非常直接拿去 敲起來 所以依我個人的感受 spacer 我沒事 我是不會去改這種東西的 哇 你像這個 裡面這裡就是要有一個弧度 你正常spacer 它抖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拿下來才對 而且這個平面 是大概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它這個 CNC加工 是平面沒有問題 就是最主要這個部分 要修 你看 有 它這裡要有稍微抖 這個地方 它就是 它就是 它是一個褲子 這邊會比較緊 所以這裡稍微抖起來 抖起來 抖起來 基本上它就 這樣就稍微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 這差五十條 差很多 十條 二十條 所以這個 部分我們稍微修了一下 讓它這樣進來 這個表面要清乾淨 來 所以 車座的部分 沒事的話 我不太會去動它 因為你要擋這個 像車的肉 很煩 我要修好肉粒 這個要用那個 另外一種平平的下來 下來 不然這樣又不夠了 它會生那個肉粒 這個就不ok了 我們出動這個 這個兔刀 有沒有 有沒有 它上面這些 我們再放大 你看這個地方 所以 底盤的東西 為什麼 我很少讓人家用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自己用來說 有些東西 你的經驗不足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它去把它 它弄好的話 會 比較不厚 這真的是一個經驗之牌 清乾淨之後 就不厚 來 全部 都美容完畢之後 非常的平整 在哈佛床也是 旅圈另一邊 來這邊 這個 也是稍微不平整 把它清一下 這個就是 小細節 大關鍵 因為你原地 SPECIAL 你沒有貼出來 它的輪子 是比較裡面 你還要找出來 它如果你看 MG有走 它那個就是會 靈敏度會差很多 好把它推乾淨 來 全部吐完之後 最好是 我們用這個 啊 正常的是 用電碰碰碰碰碰 但是因為 白龍學這邊 工具不多 就這樣子 沒有乾淨 好 再來就是這個 哈佛床裡面 也是要清乾淨 這個裡面 就這樣 這一次就要完成了 不然就把它拉去 好清好 好 出動電動工具 好 接觸不良 這樣比較快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哈佛床 這個一次就要把它 弄得非常完美 要不再裂去 對不對 前面一點 不然就用手在那邊搓 會非常之久 阿咪咪咪 這樣 阿咪咪咪 阿咪咪咪 阿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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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 阿咪 全部咪乾淨 瞬間清乾淨之後很平了 這個 我們也會把它吐得平 正常你要這樣子 齁 special你要上去 完全都沒有阿咪味 好 換這邊 這樣 這我也吐掉了 你仔細看喔 你仔細看進去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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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對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做special 這個地方真的是 一門學問 看似簡單 好不好 插一個到五十條 插一個 旁邊這個盾 有沒有 它是有稍微有弧度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要 要插成竿子用 但是我們就要省時間喔 倒腳吧 開始 這個展現白 都學手工藝 用筋筒力的搓刀 喔 還好 喔 這樣可以 漂亮喔 這要插到 插到像CNC的 這剛好有一個弧度 這剛才說應該是本來的 就要會放的 你也可能被炸了 戳了 乾鮮 趁人 打動 這兩片 黑眼 這些 Honor 到底要顯然 先塞 看來齁 好,然後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鈍進去 這個我們還是要把它收出來,你知道嗎? 我們買到它做得比較專業的 給它稍微有一個那個...弧度這樣子 讓它稍微讓它稍微走 手工,Spacer 知修法 全台 把牌都這樣做 因為保養水土泡 好,OK,你現在這個保鮮旗在這裡 插一鍋鍋,這裡面 這也是稍微放得出來 所以有些東西 做我的什麼? 我後面沒有什麼改車的 因為改車就是 有些東西 你剛才說是原廠規格全台都出來 要不然你再稍稍改改 很麻煩 你知道嗎? 好,修好 瞬間全部修好之後 這個也是要倒閘著 非常的平整 平整之後 這個 把它上面的一些鐵屑推一推之後 這樣 來 見證奇蹟 正常的下去 不能有阿蘇味 直接倒閘 你看 來 鏡頭過來 放上去 連一點點阿蘇味都不行 有沒有 有嗎? 完全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阿你上下這左右 不能用 完全 任何一個角度 它的平面 這樣壓都是OK的 好 OK 輪胎直上 所以這個 這一個人在聽這車咖 很難用 而且又要拍影片 阿所以 請同學們體諒 唯一支持白同學 所以我 我如果說 還有一隻手機 就行 這哈芙子 你要至少能對得上 就那個哈芙跟鋁圈有個盾 那個要至少要包進去 好 那我們就這樣鎖上吧 五顆全上 瞬間五顆好了 好 打緊 是打緊不是打擠喔 阿這鎖鎖差不多一把 完成 放下 這就是白同學DIY 打的架子 阿後來 扭力斑桿 我們再把它 磅數 雕到 大概110 好 讓它先著地 來扭力斑手 來 那個是什麼 100坑 阿這個 就是大概 釣一下而已 好 另外一邊 椅子類推 稍微帶過 還是 保險起見輪胎把它 騰空洞一下 好 可以了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騰瞬間 也拿下來 你看 這都割掉 割掉這都不正常 所以這個 這個 spacer 它沒有倒角 這真的是 非常之失敗的設計 所以有時候 spacer 在開發 那是一個 玫角 你看 鎖到這樣 不怪 你車一直鎖 不怪那個頂尾 有說 你要跟高速 你不會搶 才有算成功 因為那個時候 時間很趕 也沒有那個經驗值 想說 在那邊修 應該是 不曉得修起來 漂不漂亮 因為一般 我們DIY 可以這樣修 但是 如果專業的 你要這樣修 可以用人來堵欄 就是要用 經過車場景 你知道嗎 你看這打到這麼鎖 這車不會搶這麼高 對不對 取下來吧 所以這就是 這很正這鎖鎖 一樣 你這個變成 完全鎖 他拿著鎖 角度都外 這是很誇張 所以我感覺 差下是厚 這扁在管 你看 我不要挑這個 你看 你這個是對不對 你槽到這麼緊 對不對 好 現在把你放在這裡 你看 你看這煎絲喔 我們先冰乾淨 還有這個生生的部位 那個時候再清也沒有 清得很仔細 就不會差很多 結果它就是這個 哈芙子有沒有 它有一個弧度 然後一樣 也是一樣這樣上去 你看喔 好不好 這個基本就不行 對不對 對不對 啊這就是什麼 這個角度要收一樣 開始 你看這邊 那時候沒到 沒到很嚴重 這邊角度有沒有 也不知道比較奇怪 開始搓啦 進口不要晃 好不好 這就是真的 手工才會切 你知道嗎 再放大一點 因為這種 歷史片段 這種是百合學頻道 成長的點點滴滴 這就是人 人贊助的 贊助什麼 我們用什麼 啊 special這個 不曉得是 special 是外面開的什麼 這東西很普遍 就是在做的 黏黏角角 沒有抓出來 這個角度一樣 以使勒推 直接挑完成 好 瞬間加工完成 同學看看 但是我看這邊 它這個公叉 有做得更大 像這個要收 你來看看 你就知道了 你來看 正常放在馬鈴馬 因為這個哈夫康 這是正常的 有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也不知道 有可能 這時候那些哈夫康 那些鎮前 早在含含含含 但是這不是我家的 這有可能 稍微有變形 有可能 但是不會差很多才對 你看 它進去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 內圈 我們把它修一下 修內圈 風險是有的喔 但是這個東西 對保養學來說 這不是什麼問題 大概 刷一下 這樣就完了 你就讓它 刷給它 這個什麼 陽極處理的部分 完全不見 這樣就完了 它這就是 它這製作有沒有 它在製作的時候 不知道是哈夫 那邊有公叉 那邊有公叉 那一般 多多少少出現公叉 那是正常的 因為它不是 原廠規格的東西 原廠規格的話 所以 中原廠是一個電量 那也有可能 一人現在在製作的時候 沒有聽 那製作就變成了 有可能 有可能 這個陽極處理的部分 完全磨掉 這樣我覺得 下去 會貼的手 應該是剛好 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正常是 正常是 讓車上更好 好 那弄好之後 你就大概 因為這個比較粗嘛 隨便就這樣輕輕的帶一下 因為它會怕得到 怎麼怕得到 是死壓的部分 好 上車 用奇蹟 來 什麼叫做手動改車 好 這樣不太對 你看 完全是不是沒有阿蘇味 所以這個純的部分 絕對是好的 對不對 有這樣嗎 完全連一些阿蘇味都不能有 這樣不太對 好 這個拿下來之後 我們 表面的部分 也是要 做基本的 清潔 明明的之後 直上 安裝之前 鋁圈 吐一吐弄一弄之後 這一塊也是 模擬一下 放上去 平面 要非常的平 完全不能有阿蘇味 直上 直上之前 直接吐一吐 平面 它這個有肉粒 這樣推過 一圈之後 好 那邊拉出 開裡 這就是今天 白龍學手工改成 這樣正常 上下 差差不多 幾條而已 好 輪胎上去 然後安裝之前 我發現 我兩邊好像 吐得不對勁 像我這樣是還好 因為那底就是 底到這裡 它這個五孔的話 就是 正常規格 就應該是要這樣子 一樣大才對 好 沒關係 這個都是 一手經驗子 因為這個我以前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在避這個 嗯 改車的話就是 盡量 避免一些 東西就對了 阿反正是 手面都不夠 齁 對上去啦 好 塞去 來 喔 來我們check一下 這個孔位 Space裡面這樣 這樣很正還好 可以啦 照說是 轉在小箱應該是不差 因為小箱 一公差 電車就越少 阿但是因為它那個 這個錐型喔 撥上去應該是 這樣是可以的 好 鎖緊吧 也是在這 擺東西 擺車已經一支 這讚喔 轉動一下 OK 沒有異音 好來 下來 扭力斑桿 好 一百零五福特棒 我這前方一百塊給我 好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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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又拿 拿運鏡 不是一種肺炎阿 爬喔 好 OK 弄好之後 保行幾間 又醒起來 很棒 不利阿拉就騎車 來 瞬間來到戶外 試車之前 我們先來調整一下 陸浮的這個可調式避震器 我們把它調到那個 最軟的部分 舒適性的來 順便實測 所以這次的東西 一樣叫做 陸浮的避震器 不利阿拉 騎車喔 來 大同技術學院母校的同學 請出生一下 避震器 真的不錯 好 阿真的好用 阿因為 spacer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把它修改之後 你倒手沒辦法 調整好之後 我們先把它放到 來 我已經調最多 它這個我們有16公斤的 我們把它放到最低的 再過來 兩看好了 因為他們那個 這個主牛的篩膚 他有跟我講 他這個主牛幫我配 他說 假使你把它調到最軟的部分 他跟那個 原廠的比起來的時候 他還是 會比較運動感的 因為那是 穿上降機 就這樣 好 試車 原本直播那一天 秘密行程解密的時候 就是 他走到那個什麼 差不多 80 大概80的時候 你會好像幾台 怎麼不算 好像路面沒有平 到我18的那裡就比較好 但是 這個 80到90這個區間 就好像不算 跳起來很嚴重 來 實測了 走 我都完全沒有去試 都沒有頭試 剛好 我Space的處理了 我們就開始跑了 我以前 因為 你如果說像 照說海洛的那種 複雙有沒有 你把它配 17吋的框 是剛剛好 17吋 它7.5這個 你如果8.5這個 來說 是有三大 你如果說 前後 配 有 前八後九 那種 配起來是剛剛好 但是我這是算一般的 菜市場 你知道嗎 這樣就可以用腳 來 先上高速公路 我們上 東西巷的 前面我是 調最軟的兩段 後面的話 是 0 跟那個 調整方 大概10 差不多我後面 是挑10個 後面目前是比較硬的 後來再慢慢調教 好 等待 避震器 因為 我有在做 直播 有在拍影片 你若是想定 對我來說 他不怕跳動 所以那個時候 我跟老闆說 你比較贊助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 那個什麼 就是不要以遠上座 就是加強板就好 你若是說 哪會跳動 對我來說 旁邊不離開 然後 那個什麼 高速的時候 我們又過彎不能軟腳 好 最主要的是 Spacer的部分 我們看今天能不能解決 我是剛剛應該是可以 如果真的還不行的時候 就是什麼 NG過來 還要提供 那個過來 平衡先 多少都會跑 但是不會差 Spacer的 外擴大概 0.5公分 0.5公分 就差了 因為我原地的避震器 是幾乎油都流了 它的路感 都是靠我之前 會犧牲緩充電的 所以它的路感 定義微震 它是感覺不出來的 你現在來說 避震器準是好的 微震的部分 它會稍微傳導什麼 還是正常 但是不可以 會把 你那一圓轉 平路 你真的覺得會準 對 目前 時速是80 好像解決了 如果你要在路面 全部沒有平衡的時候 你這裡就去感覺 然後 踏好之後 方向盤的彎 也很輕鬆 所以它的路面 好像比較不會 一插一插 你知道嗎 我問在做車 好像說 差了二十條 差了很多 不要說差了五十條 目前時速80 OK啦 九十一看 我贏了 呵呵呵 再來我再開一把 可以啦 可以 很滿意 差有夠多 原地那個什麼 開八到十幾隻 要拿來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你來說 避震器現在是正常 它稍微微震就會上來 然後運動 運動版的部分 因為它 這個重點 它是 做比較沒有跨板 所以它的舒適性 跟原廠比的話 它是屬於運動風的 這個感受 那就是說 如果你說有的車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有的車 它是比較寬 它是重舒適性 但是它高低軟硬 你要靠著 非常貴 簡單講 過關 現在時速是九十 這樣就OK啦 還沒差那麼多 喔 沒問題 這以前超過多的 現在就跟它 在那裡 平常在路上 跑的那種感覺 現在又跟它 鋼的要細速 鋼的要背著 我們把它降為八十 八十的時候 那個時候抖的最嚴重 現在八十也好了 白龍學 手工改車 Space的部分 突破盲場成功啦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感謝那個 陸服的老闆 贊助 白龍學避震器 我白龍學繼續攻頂 好 我們從這邊 下來啦 好 所以你像現在有沒有 這改裝的避震器有沒有 它就本身 我把它夾到最軟 有 它也是夾到頂先 有沒有 這個就是每一種避震器 它不一樣的地方 啊當然啦 你如果說要取決 原廠的舒適性 你就是要用胖胖胎 用胖胎 扁平比不要那麼 那麼薄 所以我比較高一些 有沒有 舒適性就會出來 但是你要舒適性 你要更好 等我靠下去 還不可以靠我 都是錢 但是我們會 小隻來改車 感覺不力要拉拒 很誠懇的分享給大家 底盤的部分 我也是建議 去給專業店家 燒燒改改會比較快 因為我剛才在打電話 說真的非常之慣 時間很趕 最後結合來分享一下 因為美鳳鷹 它是後輩的車 你後輩的車 你如果說在走山區 或是滴山 你都要處理 它中心好像很好意 所以 後邊基本上 以我的經驗 我自己的感覺 後面的避震器 我會把它 大概設定阻擬硬一點 讓它處理的時候 比較不會軟腳 你如果白東學 在家裡全副武裝 背的東西非常多 後面它都會心味 都會去摸到股 你知道嗎 那個輪胎 所以 我是設定 頭前給它軟 因為在葉的 它比較會葡萄 那 攝影機 在前面 讓它更 estas 後面 讓它吃下去 會提起來 但當然 它有夠膽 就是 後來我們再 分享調整一下 贊成 我跟它調沾軟 來玩看 才算 不錯喔 來玩看喔 好 啊 我這個 那個什麼 麥雞 不要急啦 我這個 定義是後邊 人家說是日規的設定 它的好處是啥 你可以這樣 搬下來 下來 我這個後邊 我可能 不知道要開箱 開箱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捨不得 放大 我們先把它 順時鐘 的部分 來用到去 好了 順時鐘的部分 我們把它轉 轉到底 再來拿 很棒 1 2 3 我看看 它的刻度很小 1段 2段 好 我把它放軟就好了 好 那一邊 漂亮喔 好 這後邊要最秘密武器 這台就是混蛋師 現在開始用得很辣手 也是一樣 我把它 轉到底之後 再 1 2 2 2 這樣 好 OK 很讚喔 感謝老闆贊助 對 就說 看老闆贊助 兩天去走完三行 他才覺得很不力辣手 唉唷 高低的 漂亮耶 真讚喔 這就是老闆贊助 拍片的風格 好 那我們 上車來測試一下 喔 這SPECILE用完 先塞到它很爽 不會刺到 因為那個 原本那個阿蘇味 真的是 差太多了 SPECILE 它就是空大出 左右的晃動 那裡真的 非常擠不下去 啊 這個就是 所以 改車喔 經驗值很重要 我以前喔 我就看人家路上 很多跳的地方 齁 你如果跳的那種 那個什麼 沒有精準度 沒有很高的 問題的一堆啦 所以我一般來說 我個人感受是 你剛才是 另外的車沒有 盡量是不要 去做那個 一些奇異怪怪的角度修改 好來 現在後面 比較軟的部分 會有差喔 會有差 喔 我覺得後面有沒有 道路板來講說 那個 塞浦有跟我說 昨年有跟它配得比較軟 有喔 我覺得本身把它挑到 最後面來 就是頂那兩段 就對了 我感覺以道路的細膩度 它有出來 然後 路上在綿密度在跑的時候 我感覺繼續求心 我覺得這個OK 好 那大概就這樣 簡易的分享給大家 這就是白東學的手工改車啦 記得怎樣 不要學 那種喔 對啊 那基本上喔 這一些燒燒改改的問題 剛才來講 是 不困難啦 因為以前我們在改調的 很多東西剛出來 密合度都很差 甚至有些零件 補兵都自己做 你知道嗎 所以從沒有到有 那個問題 剛才來講都不是問題 就是一個經驗值之差 好啦 謝謝啦 再會 掰掰 白東學貼紙開賣了 這裡點進去 整組買最划算 下單位支持白東學 下單位支持白東學